很多人经常会埋怨命运的不公平,埋怨老天爷给予别人那么好的生活环境,却让我们每天都为了生活忙碌着,努力着,可是和世界上的很多人相比,我们的生活简直是太幸福了。 和这些人相比,我们拥有的简直是太多了,看到这些人的存在,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抱怨呢?就像我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一样,四岁那年累雨天的时候,她在外面玩耍,这使她失去了自己的双臂。 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双臂,可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,也没有吸累过,她现在可以用脚绣十字绣,用脖子放牛,虽然没有手,可是她依然可以用脚丸。 更为幸运的是,由于女孩的坚强勇敢,勤劳贤惠,一位来自旅广习的男孩深深的被她打动了,两个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结婚以后,女孩还被男孩生下了一个孩子,可是婚后的生活,让丈夫实在无法接受。 男子表示,真的要离婚了,她上厕所都不能自理,都需要我的帮忙,我无法忍受了。 可女孩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双手,可是女孩依然坚强的生活着,她从来都没有埋怨过命运的不公平,老天爷是公平的把幸福送到她的身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